表最强父子大战的中途 消失了两年半的原始人皮克却突然出现 面对这个恐龙时代的霸诊 勇次郎却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因为他早就想与皮克较量一番 然而还未等他出手 练牙就狠狠地一拳打在皮克的脸上 恐怖的力量直接将皮克的后槽牙都给打掉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击 皮克瞬间露出了愤怒的表情 然而正当他打算上前和任牙决意死战的时候 却发现眼前的任牙甚至比他还要愤怒 恐怖的气息瞬间爆发而出 任牙不允许任何人插手他们父子俩的战斗 虽然皮克听不懂任牙在说什么 但此刻他却明白自己现在被骂 在自然界中也有着一项不成文的法子 那就是在争夺地盘时禁止他人插手 不然很可能会遭到争斗双方的围攻 明白了任牙的意思 皮克默默地来到一旁蹲下 解决完了小插曲 父子俩的大战也再度开始 只见任牙脚下发力再次向勇次郎冲去 可结果这次被打倒的却是任牙 因为勇次郎已经提前预知了任牙的动作 于是便在0.1秒的时间内将任牙一拳打倒 看着躺在地上的任牙 勇次郎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猛地一脚踏下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致命的一击却被任牙躲开 勇次郎有点惊讶 但很快他就对着任牙的脑袋再次踢出一击颠头 顿时场上刮起了一阵实际狂风 难以置信勇次郎这一脚竟然踢空了 烟尘散去 任牙竟然毫发无伤地站在原地 此刻他的双手也插进了口袋里 任牙居然打算利用龙叔文的拔拳术 来和勇次郎一决胜负 见此勇次郎也将双手插进了口袋里 接着他来到任牙的面前 此刻两人的架势就好像是 细部牛仔间的拔枪对决一样 谁的出拳速度更快 谁就能获得对决的胜物 此刻两人散发出的恐怖气息 甚至令周围的空间都开始扭曲 可突然勇次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随后他伸出右手 表示由他来倒数 5秒钟结束后双方开始出拳 可还未等任牙同意 勇次郎就已经开始了倒数 随着倒数结束 任牙在0.01秒的时间就做出了反应 然而他并没有选择将手从口袋抽出 而是让手的位置不变 快速使身体下蹲来拔出自己的拳头 可就在任牙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时 却没想到勇次郎这老灯不讲武德 竟然用没插口袋的拳头向他发起攻击 真不愧是地表醉蟹生物教育孩子还真有一套 可任牙也不是吃素的 他快速地踢出两脚击中勇次郎的下落 还未等勇次郎反应过来 任牙就快速地翻越到他的背上 使出了一招名为虎王的琴拿术 此招一旦成形绝对无法挣脱 与此同时在大厦的高层 地表最自由的男人奥利巴 也在关注着这场父子大战 看到任牙如今拥有如此恐怖的食欲 奥利巴也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但是想要完全压制犯马勇次郎可没那么简单 可突然任牙瞪大了眼睛 被压倒在地面上的勇次郎居然摆出了OK的手势 正是因为任牙的一番话 彻底地激发了他的斗志 随即他缓缓地抬起右手 然后猛地握紧拳头 对着地面狠狠一拳砸下 顿时一股刺眼的光暴向四周扩散 烟尘散去 勇次郎竟将自己的拳头插进了地面 随后勇次郎猛的发力 他的拳头竟然从地底攻了过来 狠狠一拳直接击中任牙的复活 任牙就这样被一剂来自地下的拳头给打飞了出去 这也太变态了 仅用一拳就将水泥铸成的地面直接打穿 重新站起的任牙 从裤腿里不断躺出37度的开水 可即便是被吓尿 他也没有丧失和勇次郎对战的勇气 只见任牙朝着勇次郎猛地踢出一剂鞭头 虽然这一剂没有命中 但也将自己的热水溅了勇次郎一身 顿时一股奇怪的味道扑面来 终于勇次郎忍不了 他对着任牙的昆昆就踢出一脚 同时还摆出了贩马新人独有的叶问顿 而任牙在落地之时 也摆出了和勇次郎同样的叶问顿 不愧是勇次郎的好大人 仅是看了一遍就学会了老爸的绝技 既然如此 勇次郎也决定激发出任牙体内的贩马之血 接着勇次郎缓缓地举起双臂 背部的肌肉也再次得到进化 终极鬼被五挡开启 勇次郎火力全开 对着任牙的腹部就打出一剂重拳 恐怖的力量直接将任牙打上了天 直到撞到路边的汽车才勉强停下 可勇次郎的攻击并未停止 又是一拳直接将整个汽车都打得翻整 此时的任牙已经彻底地失去了意识 而这就是开启泛马之血的钥匙 只有不断地在生死边缘徘徊 属于泛马一族的鬼位才能觉醒